Hello 大家好 我是Roy Lee 我是2023的DAC校生 歡迎大家回到我這個頻道 今天我這條影片 會分享一下我放榜的經過和分數 然後再宣佈我開了IG的帳戶 兩件事是大難都射不來 但我就懶了 我想追溝馬這條影片說 所以就是這樣 我想先講一下放榜 我們放榜是7月19日 今天就是22日 也是三日前的事 都記憶猶新 我一開始講一下我預期中的放榜是怎樣 其實我也很後悔當日是沒有拍Vlog 我當初不拍Vlog的考量就是 Vlog只有兩個命運 要不就變成我最high的一條影片 要不就變成我終生的傷痕 所以我不敢博冒這個險 所以我最後沒有拍Vlog 但現在我其實有點後悔 無論如何 我先講一下放榜那天的經過 首先那天我們一回到去 大部份大家都是會上禮堂等的 他就要求我們7點9已經回到學校 但他8點半才放榜 大概是會有9個字的時間 讓你坐在那裡忐忌不安 去享受那種氣氛和心情 我絕對不享受 我用錯動詞 然後就8點開始 那些老師就會開始點名 由老師就會有另外有生涯規劃組的老師 在那裡講座 大家已經聽不入腦了 因為他在那裡講 今年幾多人考五星星 幾多人考五 8點半終於到了 大家坐立不安了半個小時之後 我們校長是一些很喜歡搞氣氛的人 其實我也想不到 我有猜過但我覺得不會 因為我們學校是一些不太厲害的學校 如果你叫到第10名 best520分 很尷尬的 這間學校有第10名 可能只有20分 我以為他不會這樣做 但他今年有 還要賣光子 我們今年學校非常厲害 有20個五星星 總共全級加起來 有20個五星星 對於名校的大家來講 不是很厲害 對於名校的大家來講 然後就考得很好 比前幾年好 恭喜你 大家已經很緊張 然後 他最壞是會學叱冊頒獎典禮 恭喜你 不知道是誰 恭喜Anson Lo 恭喜你今年很忙 但拿獎又不是你 所以他首先 第一個恭喜 他就是問全校的 你最高分是誰 然後就打到A同學 然後A同學就被人站起來 然後他就說 恭喜你A同學 恭喜你 你已經贏了 我這一刻 我這一刻是非常忐忑 第一不是我 我就很害怕 第二 但又為A同學感到很開心 因為他本身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人 我是很佩服他的 但他就繼續說 我們今年第一名就是有DU 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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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 總之在他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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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的期間 他就叫到我了 終於 那一刻 那一刻就發覺原來我是全校第一 那一刻就發覺原來我是全校第一 那一刻就開心的 但是不敢相信 那一刻 那就是不知道自己錯了什麼 那就是 因為我都沒有想過自己有這個成績 那我相信大家不是很想聽我的心路歷程 那但是為什麼我講那麼多呢 因為我小時候就很喜歡聽的 不知道為什麼 那不是小時候 那就是一兩年前 我還沒考 那就是還沒到我DSE那一屆 很喜歡看別人放榜的心路歷程 看別人放榜的VLOG 那看別人放榜的VLOG 是真的好像自己這樣那麼緊張的 那但是我沒有VLOG 那我唯有口術 那我希望我形容得生動 那我相信不是太 但是 那但是就 那我 到底我放榜的幾個分呢 那這裡我就 我無謂買關子 那我Story都有舖過的 那就是中文五星星 英文是五 數學五星星 通識五星星 Bio五星星 Physics五星 CAM五星 那所以我Best 7 加起來就是45分 那就是雪來慚愧的 我第一個開的系列是英文的系列 但是我英文是考得最差的一課 那其實我拿到分成的表格 我都很害怕的 我好怕我英文作文會不會有什麼冬瓜豆腐是考得很差的 就是三了去 那這樣 那這樣就好 那真的很噁心 你明白嗎 那我拍了那麼多條片 講了那麼多什麼作文技巧 很威風的 然後最後拿2 那樣 但是都很幸運 那我最後 那你首先英文五 我英文作文都是五星星的 而且我2023年 那就是我考了一年 今年 都是選擇二論文作文的 那所以我相信 我那個系列的playlist 那段片呢 那是可以保存在的 那這樣就不會誤人之底的 那但是 雖然我有這個 我自己幾意外的成績 但是我這個頻道呢 都是會主張繼續補四追悟的 那就是我都不會特別分享什麼奪星的影片 因為其實我經常想說一件事 就是很希望大家明白 這個世界拿星星星的人 其實真的很少很少很少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大家 保存追悟的技巧 對於大家來說 是真的有用很多 那就是去到有一天 你真的覺得自己找悟了 那你再DM我 那我作為一個有些星的同學 我看看會不會分享到多些奪星的技巧給大家 但是如果大家本身的底差 再聽一些奪星的技巧呢 其實一來是騙了你們 我騙了你們 我說你們看完一定有星 但是誰知道沒有的話 我是不對的 我覺得 第二就是 我真的很怕大家會吸收不到 如果你們底是不好的話 那所以我真的會繼續補四追悟 我希望是幫到最大群的人 那也是我一直的願望 我希望改變這個制度 令到大家都讀得開心一點 那不是改變這個制度 可能是作出一些改變 那然後我這兩件事 是大難扯不到 我都不知道怎樣轉折 那我唯有硬轉 那我們第二件事 就是講我的IG 那我的IG是終於開了 那現在可能右上角還是左上角 都會見到我的IG 那我應該有貼在那裡的 那我就IG 我講一下我開IG的目的先 那最主要可能是會宣傳一些新片 那可能之後會有些Giveaway 那然後可能會分享一些日常生活 那但是就未必的這件事 那我最主要是想分享一下讀書的東西 那可能之後也都會是給大家 那不是之後 大家可以隨時DN我問我任何東西 無論是學業上還是非學業上 那只要是中、英、素、Fee、Can、Bio 那你問我我都會盡量回答 如果我還記得一些東西的話 那現在應該都已經忘記了三成 那就是這樣 那我IG宣佈這裡就比較簡短 那但是因為我都沒有什麼好說 那大家有那麼多時間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Follow我IG 再Like一下我的Pose 那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都記得給個Like我 那也可以Subscribe這個Channel 就開了旁邊的小鐘 那你就不會錯過任何新的影片了 那我下一條影片呢 應該是會拍下暑假一些時間的規劃 那之後才會開一個新的系列 那可能中文作文或者數學這樣 或者Bio都可以的 那就看看大家想看什麼 那但是說回暑假那裡 那其實我自問我時間管理就真的挺差的 那但是我都想拍一條影片 那可能我研究一下我有什麼心得呢 當然我錯了那麼久 給大家知道我錯什麼都好 那讓我閒少一點錯路 那甚至你可以笑一下我錯了什麼 那笑一下我蠢笑我傻都可以 那讓大家笑一下都好 那所以這條影片是我想拍的 那也是會是我的plan 落實了的下條影片 那之後的系列就之後再算了 那我詳情有什麼都IG、Youtube兩邊說的 那就是這樣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